要打到後面把他對面去 對不對去痛 他這個痛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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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會煮一下 吃一口 吃一口 要掉進去 他變不進去 他就很高興 他就變得虛了 所以像這個座位啊 其實蠻常見 蠻常見 還有這個也是 所以如果說是 所以到正目前長期沒有好 可以自己檢測看看 這是一個 那他還有一個就是 神經 那神經這個東西怎麼會入他的群 這下一次我們如果有 那你珍惜 也可以跟各位講 怎麼讓他把群組給他 老師請問一下 像那個手肘 一般人這邊會痛的話 是他施力點不對嗎 你說哪一個地方痛 就是手肘的部分 對 施力點不對嗎 對施力點不對 還有一個是最常見的 現代人很常見 我們那個 下個禮拜二早上 那個大江戀台 一個 一位那個 蔡北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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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知道是那個 行政務院 中部派公司主任 他現在要開始 選一個 當道管兵 那民進黨當兵 他去選那個 那一套現場 那下禮拜 要早上要專訪我 就是想 他許智 我想要專訪你 談老人的事情 你能不能給我一些 我說老人就是 最常見的指導 有種肌少跟衰弱症嗎 那你如果衰弱症 大家不搞 蠻的骨鬆 肌少跟腕節炎 好腕節炎 那回來 談一下 那你那個 到一些那個 就是 有沒有你們 病人最常見的問題 給我 這個就是你們常見的 病人的有問題 為什麼 所謂關節 一直會容易出問題 這個就是肌少症 可以有問題 肌少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肌肉力量不夠 隨著年齡的增加 隨著疾病 疾病受傷跟年齡 這個關係 造成肌肉的減少 那這個肌肉減少的時候 你又要做同樣的動作 要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會怎麼樣 你會 肌肉沒有辦法 撐齒的時候 你會用彎節去撐齒 好 舉例來講 比如說我上一天的課 跟大家講一個 小到很累 小到很累的時候 我腳會很痠 腳會很痠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動作 不行 我會把膝蓋往後 墊著 為什麼會往後墊 因為我很累的 腳 大腿小腿肌肉沒有力量 但是我還是要站著 站著的時候怎麼辦 我會往後撐 關節會往後撐 以後關節會往後撐 撐久的時候什麼 那那個地方就會容易受傷 包括你的手也是這樣 比如說有人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 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做這樣的動作 或者是這樣的動作 比如說你拿中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把它拿起來 肌肉力要不夠的時候 你會什麼樣 你會用力往後撐 往後撐的時候 這個關節給它鎖緊 鎖緊的時候是不是會提供 我會這樣 你這個如果常識堅持的話 這個忍耐就容易受傷 容易受傷 那受傷久了 忍耐 你看 並鬆弛了 你就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受傷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受傷就是壞 你看你看 你看你的右手熱淋型 然後就往外跑 就往外跑 那往外跑 蛤 就不會按摩 啊可以啊 可以調整啊 就是我們 如果你有報案的 翻帶的那個案例 我們下次可以跟你講 怎麼樣把它調節回來 好調節回來 我們就是有 我只能講 講太多了 那個有兩種手法 好 一個比較常見的 大概大家常聽到 就是這邊的 徵集 用快速的方法 好 快速的方法把它附回 那另外一種就是用慢速的 把它調回來 好 把它調回來 那個下一次我們課程 我覺得 你有辦法對不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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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利用介紹 好 快速的方法把它 調回來 調回來 那調回來的時候就是 你要不要讓它再倒掉 就是用肌肉把它貼起來 好這是你的方法 好 那另外還要做一些運動 做一些運動 這很重要 那平常做什麼運動 去強化它的運動 對 比如說啊 這個我 因為就是前幾天不老 結果它太重了 你看 這樣做 對 對 好 對 對 這裡 對 所以你看 它的運動 關鍵是怎樣 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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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在運動 因為有時候晚上睡覺 不是 就這樣擺平 你是不是會痛嗎 對 因為你看 你的手就是 這個 就是往外的傾向 所以這個東西 要把它調整 調整的話 有快速跟慢的方法 這下次我們再講 然後就是把它 就是你在它的時候 這個力量 還是要練起來 好 就是這樣才不會造成 那種 就是手症 好 所以 這個手症 這個 其實 跟手腕的觀念 是一樣 座位 比如說 大家在搬重 拉重的東西 我們如果肌肉力量不夠 你去定打的時候 關起來就很容易受傷 好 所以我們 極性 這個是講極性期的 規矩 那 慢性期的 就是我們會教大家用的幾貼 好 你講自己貼 或者是同學 同事之前付貼 好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連續的這個課程 好 好 那我們 這個 繼續 好 再來 就是剛剛說的 剛剛講過手腕 還有什麼 手指頭 大家常做的 比如說 以前媽媽最常用 切菜 媽媽手 媽媽手 媽媽手就是什麼 這個是腦策 腦策 的 這個 金圖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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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金圖 的 土企 金圖 的 這一個發明 好 這個基建就是 這兩個 好 就是外長 好 外長 好 跟外生 對 這個基建就是 這個基建 這個基建在手腕這裡交會 這個地方因為 反覆做這個動作 的時候 那也算 板肌 板肌手 對 板肌手 好 媽媽手是這裡 好 是這裡 這個地方因為就是什麼 這樣用力 這樣做這樣的動作 這樣的動作 就會造成 手腕 腦策的 這個媽媽手 那板肌指頭 常常用力抓 再放手 抓在放手 然後有一天其實會發現 彎起來 打不開 彎起來 打不開 為什麼 他下去卡住 卡住 你要起來的時候 咬一聲 卡住 醒來的時候咬一聲 這是什麼 就是像我們那個扣板肌 扣下去 咬一聲 那當然如果 有發生後 可以感覺 沒有發生後 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 什麼體驗 假設你要體驗 第二指 第二指 你把它捏著 用力 捏著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卡卡 有一個 卡卡的聲音 對不對 這個東西呢 這是老人家的手指 我們發射系統 發射系統 對喔 我先幫他 這一塊再痛 媽媽手 那這一塊再痛 是媽媽手 這一塊 這一塊是我們 對 這一塊 這是肌肉 還是斷節 對 這一塊 這個是雲氣機 媽手 是媽媽手 不是 這個是 我們要說這個是雲氣機 這是下雲氣機 那這個是媽手 媽媽手 這個媽媽手 就是 是媽媽手 那是媽媽的 好 這是我的那個 書裡面 或者是影片裡面 這個就是 瑯瑟這個地方 這個叫 這是我們手部的這兩條機械 這兩條機械在這個地方 分照成發言 那扳機械是什麼 這個是扳機械 扳機械就是像這樣 有沒有 彎的下去起不來 彎的下去起不來 好 剛剛說過你喔 可以這樣把你的手指頭這樣捏著 捏著的時候你在彎是不是就會發生一個 聽到你的那個 彈彈彈的聲音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它的這個機械呢 機械 這個地方 它變厚 變厚的時候它彎 沒有辦法彎 這個叫做 TripleMeer 這個扳機械 好 扳機械 那扳機械 那扳機械 我會說老師 那我扳機械我不要去管他 他會不會自己來 我會 好 第一個 而且你知道 上次有一個病人很可愛 他問我說 其實我那扳機械會傳染嗎 我本來是第三指 那現在第四指也有 他會傳染嗎 他是病毒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這一指 卡住不會動的時候 你為什麼 旁邊這兩指會用這麼多 用的燈都會 結果就鎖住 所以有時候 反機械來都會成 不對一對 就是利用兩指 兩指發生 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放鬆 放鬆就是靠水 放熱水 放熱水 放鬆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做伸展 有的時候老師伸展很簡單 就是 這樣伸展 伸展的時候 你要基本是 這個伸展 然後伸展 就是把它做 往後 那個影片我會放給大家看 那幫忙以後怎麼樣調整 還可以用幾點 蠻機子可以用幾點 那提醒期的時候 就可以用手 用這個 好 用這一種 像大脫子 如果發生這個情形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 媽媽手 剛剛講媽媽手是這邊 蠻機子是這邊 這些東西 然後都可以給他固定 再放鬆的姿勢 讓他休息 好 好 減少 腫脹發炎 那同學會說 老師 那我帶這個東西 不是不能動嗎 對 就是要讓你不要這樣 或者是不是這樣 好 因為 我們蠻機子的人 為什麼 越來越會這樣子 所以睡覺的時候 為什麼 給你撐開 撐開的時候 當蠻機鍵 老師我想問一下 像我們這種蠻機手 除了說運動傷害 或者是 日常當中 習慣性的動作造成 像我發現我們家的長輩 好像每個都這樣 都會變這樣子 像長輩要治療嗎 對 比如說長輩躺很久 為什麼會這樣 軟縮 軟縮 為什麼軟縮 為什麼軟縮 因為要你掌念 手掌的掌念 這個就是一片的肌腱 整片的這個肌腱 這個肌腱 你長時間不給他使用的時候 他會變硬 他會變硬的時候 你去我的光不來就去 跑不來就去 好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未來有這樣 那個中風 距離什麼會想到 就是 那個 中風的病人 都會有什麼姿勢 這樣 大拇指 在手掌 幫忙一看 還有就是 手肘 手指會彎曲 然後 手的 腕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手肘 是彎曲的 手臂 是內熟的 還有一個動作 其實 所以你看到 中風病的事 就這樣 然後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你說是不是軟縮 是 那這個軟縮 是不是因為這個肌腱 變成 是 但是還有什麼原因 因為他打部 控制肌肉 怎麼樣 讓力變大 這個我們叫 近環 他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姿勢 那這種姿勢呢 我們要給他放鬆 給他放鬆的時候 有一個姿勢 就是我們稱之為RIP 這個 好 這個姿勢呢 我們可以給他放鬆 我們 不是RIP 不是說 你可以怎樣 這是 Free-Fresh 抑制 反射發生的姿勢 比如說一手 你看到 如果是中風的長輩 他是這樣子 反而的時候 你要給他放鬆 你要給他 抑制他的 收縫的反腎 中風的人 上肢是這樣子 下肢是直的 是生直的 所以你看 中風病人走路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老婆是這樣子 就是上肢是 完全上下肢是生直的 你要抑制 或者是減少 他的反腎 你就要幫他反腎 RIP Posture RIP Posture RIP 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是這樣 把它抑制是相反 相反就是這樣 手指頭拉開 好 刀子往上翹 然後手指頭拉開 然後手腕這樣子 這樣子 去做 所以我們來幫病人 拉病人的時候 你從這裡拉 不對 為什麼 可以從這裡拉 我們要從最遠端 所以我們要把他放空 把他大門子往上拉 把他大門子往上拉 把他大門子往上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他地方都會鬆壓 那這個姿勢 對於上半生來講 這個叫做 RIP Posture RIP 這個東西 其實後面有講到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簡章 腳距 簡章腳距就是像這樣 像這樣 像這樣 這樣 打開 這樣子 手腕打開 打開之後 他上半生的張力 就會減少 那這種 東西我們稱之為 簡章腳距 或者是 簡章 指甲 這個東西就是像這樣 像這樣 有沒有 就是讓他手這樣撐開 這個我們稱之為 球形腳板 或者是這個 錐形手腳板 這個東西就是 抑制 抑制 這一個 手指的張力 那下肢有沒有 下肢也有 下肢我們再 先 下肢就不要 下肢就不要 剛剛有講說 我們的這一個 腳距能 抑制 晶環基 抑制晶環基 抑制晶環基 是他的效果 那我們使用的 這個 腳距能 下肢也有 就是 也有這個抑制 反射的 這個腳距 好 這個 我們剛剛講過 還沒講過 先調過 抑制他的反射 打到在什麼 直點柱式一樣 給他做牽涉 下肢大概是什麼 還是這樣 所以他原理跟上肢是一樣 怎樣 你給他跑上下 給他腳趾頭 當好 所以你看 這一種東西 齁 這一種東西 你這樣給他 挖的時候 他的下肢的張力 就會減輕 我相信也有可能 發現 如果在照護照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 老人家給他穿什麼 襪子 張力會比較小 穿五指襪 欸很好 快 有時候會穿襪子 他前輩要好好擦 穿五指襪 你的腳 張力會減輕 或者是同學 你會有在跑跑步 你會有常識在練跑 說跑完腳會緊繁 腳會受傷 腳會容易被緊繃 這個時候怎麼辦 睡覺的時候穿五指襪 五指襪 五指襪的時候怎麼樣 腳是張癌 你讓你自己的 臉部張位是變成的 跑步的時候沒有穿 欸跑步的時候 可穿有穿 穿五指襪 都一直減少 跟參加力嘛 那睡覺的時候穿 或者是長者在穿 是可以讓他 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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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可以放這個 腳跟指襪墊 放在腳的這個下面 也可以減少他的張癮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穿這個股墊 等一下我們講話 下次股墊 往上笑 也是減少他的張癮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 反腎抑制的原因 反腎抑制的原因 那 那 這個就是我 那個 電腦提到的 REG的這個知識 好 好 那我們 把它 現在回答到什麼問題 好 我們繼續 把這個講到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 這個 剛剛講的是 這個 靜態的 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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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架 腳距都是一樣 那接下來我們講這個 動態 動態的這個 比較可以從教會的影片 你們可以看 好 像這個 大家知道我們 立正的 然後 一次他去 脊椎神殺 脊椎神殺的時候 他手 在抗一被沉進傷 他沒有辦法做 抓